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轻轻带走亲爱的朋友 偏偏将我遗留在同个时空 月好若感念后要再次举手 是否记得一起老那个承诺 岁月让人失去年少的悸动 情况终会变成熟 还记得吗 你也是手牵着手 起身高尚这首不老的传说 流传着月夜那故事 将星光三处亦交流 雨伸话乎在这世上 为你将不老的爱情弃唱 这段片是四分多钟的 我总不能播完它了 为什么我会播这段片 第一我真的很喜欢Joyce 四叶草 朱主爱 第二大家看看阿来西亚的MV制作 其实最主要的相机 很漂亮的阳光 我觉得为什么我突然在播这段片的时候 我当然有我 为什么会找这段片 我当然有我这一节想要讲的东西 但是我一直在看简片的时候 令我想起我回望过去的半身 其实原来是有些东西是不知不觉 你是知和不知之间浮游到最后 终于都认清楚了 就是说究竟我们是喜欢什么女人 你从小到大 你知不知自己喜欢什么女人 什么女人都喜欢 我后来我初时都是这样 我初时都是这样 我其实我喜欢那个类型是什么女孩子 我是从小到大学来回忆 我喜欢那个女孩子 喜欢未必有发展 其实就是这一类型 可能未必有那么漂亮 是这一类型的意思 要高高瘦瘦的 要清瘦的 但是我太太不是这一类型 而我在后来 为什么我又知道和不知之间 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我是很大的变化的 所谓的变化不是一时的变化 是随时的变化 譬如看到这女孩很小小的 骨子很小的 譬如我们经常说 这些才最棒的 这些是秒小灯笼带 一般男人 其实十个有十个 一百个可能有一两个 不认同而已 当然恶元不是那些 但是正常我和人聊天 大部分我们喜欢什么女人呢 是小的 骨架要小的 骨架要小的 腰可能是二二三寸 屁股可能是三十二三 不适合那些大男人 对心态的小女人 你知道吗 那些六只几人是喜欢这些 就算我们五尺十一 或者五尺八 五尺六的男人 都是喜欢这些小小的 弱女人 但是小小得来 他又要调得有胸 即是朱欣那些 就是我们所谓的 秒小灯笼带绝核荔枝 你现在说起我都在肉架 黎枝也是这些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变化 突然说 咦 虽然他高得高一点 一百零 譬如你想想一百三十多磅 一百八十cm 大大小的那些 就是文次那些 那又是另一种东西 但是 好了 我们见山不似山见水 不似水见山 终于都是山见水 终于都是水 去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回忆其实游秀大 我最喜欢的type 就是Joyce这个type 就是朱欣爱这个type 就是无论我会神化的那些女生 我也希望自己也生了这样的女生 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女生 怎样搞 如果生出这样的女生 变了瘦腹 不是变瘦腹 是唱你 变了一个cussion 你吃醋外苦 你怕那女生的男朋友 对於她不想好 那些事 真的好 即使會出現 好了,就講一下,有幾樣東西要匯報一下 很多人問我,我要逐樣說 第一就是我們4月21、22日原定本來應該要出post的MM2H兼甲大碼講座 我昨天講過了,到今天還未確認到大碼的發展商就不斷咀我了 說你怎樣,因為人家要買機票訂酒店的嘛 那為什麼,我還未預訂到,有錢會預訂不到 我現在要譴責一條狼樣,在香港,在香港 我上個星期,我忘記了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我就當你星期六給多日你走賺 我在網頁上,在場地租賃 劉可賢寫了個E-mail給他 那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 1、2、3 你老母是陰訊全無 是陰訊全無 好啦,其實我寫完兩天之後 我已經覺得你受不了,其實兩天還是假期 但以我的性格我已經不能想 我現在問你,你回頭回答我已經覺得你受不了 於是我叫老師為你跟著這條狼樣 老師就直接打給他 打好狼樣,終於找到一條狼樣 原來是一個公眾人物,我稍後再講 我叫你老母 OK 我們上樓那幾天,什麼時候報價 不想你,再追 今天終於有福利亞 下午的同事會找你 下午的同事有沒有找到 當然沒有 於是我叫老師為你主動一點 老師打給他,叫你的同事留言 以讀不回 你去到這樣的狼樣的情況做生意 你去香港不是一個半個 是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狼樣的 你不要去怨這個世界,為何對我不好 這個狼樣是誰 這個狼樣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 我昨天有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是我們大家都 He is a very very famous people experse all this in上水 他當然是一個基督徒 也在旺角都出名 而且在旺角都出名 而且在旺角交電話費 這個狼樣 選擇理性的勇氣 黃盛智啊 中間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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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糟了 老師交了電話 你知道大家有WhatsApp 有個照片 黃盛智 我們都會懷疑 未來是黃盛智 但是想想想 你沒理由 你沒理由會把黃盛智的樣子放在那裡 是不是 原來 老師就試試看 黃先生 我想問你一個場 他就照答 我很明顯這個是黃盛智 我說 你媽 黃盛智 你搞什麼 你給他多少錢 那倒是 為什麼 我們選了一個場 他的場 三幾百元一個小時 我們租幾個小時千多元 就搞定 我們想著有點近 現在我們都很惆悲 但是我都真的要覺得 大家留意著我 因為這次我不會說 這個Talk 我可能會分開兩個Talk 就是兩次 就不會太多人 我不會一次過 五、六十人 那天我超過不了 可能二十多人一場 二十多人一場 我們只是Facebook 其實已經爆了 如果你真的要來的話 本來我也會擔心 那些人會不會來 但是現在我覺得 跟大家說 一定會來 因為我 剛剛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馬來西亞的發展商 路友記 你們跟我說 大家記不記得 我經常在這裡介紹 都不是推介 介紹一個盤 哇 林海宜見主題公園 屌尼六母 哈巴斯蒂 看著這個屌尼六母 可以買六甲海后 哇 下面是一個屌尼六母 是主題公園來的 還要有取代品 沒有取代品 還要上車後賠 很棒 好了 我們上次去 剛剛有一個交易 跟別人做 於是暫時不是 團結局沒有人買到他的盤 後來老闆回到馬來西亞 發覺很抱歉 比利哥這麼想幫忙 於是今天給我一個電話 比利哥 大好消息 大勁包 這個是老闆 不是那些伙計 寫給我 他說 他說 我有一百間海景房 現在剩下四十間 先到先到先到 我全部都留給你 OK 那有什麼提供 這些就不是他跟我說 就是我自己跟你們說的 首先他是一個五星級的酒店 這個你見過就知道 五星級酒店 他去跟你做按揭 大家很擔心我沒有那麼多現金 要做按揭 哎呀要拿MMH 哎呀銀行不知道批不批 我那邊沒有東西做 跟你說 不想要你們做MMH 不想要你去銀行 他把發展商借錢給你 OK 借多少啊六成 陳樓多少錢 你記不記得 港幣 陳樓港幣大約一百零 一百零幾萬至一百一十幾 你當一百萬 是的 六成是多少錢 借你六十幾萬 六十幾萬 你拿四十萬出來 港幣 四十萬 滲到肉 退世媽 好了 每個月九年固定 固定 固定 二千八百元 不需要管理費 地標 海景 隔壁 還有五星級的碼頭在隔壁 黃家 左邊就是郵輪和碼頭 右邊就是全球最美的海上清真寺 每年都很多人去朝拜 那裡都不要計 郵輪和碼頭已經簽了那隻 甚麼Cruiser 不知道甚麼東西 很出名的 OK 好了 這個酒店裡面有旋轉餐廳 那些全部不要說 我只是想說 只要在4月22日 在這個啤梨哥的第二家園座談戶裡面 你是決定下訂的 就全部 全部 他計算那條數 如果你做十年以上的案件 你不需要再供任何東西 在未來的城市 因為你的收租金回報 已經足夠給你供給他 只要你做燒了十年的案件 即是說你只拿頭炮三四十萬港幣出來 就擁有這個海警單位 OK 如果我去過看完不適合 5月的團 或者6月的團 去到看完不適合 元銀鳳環 你下都是下幾千元 叫你 不是要你多 要維持住那個單位 都會在4月22日做這件事 那個在談會 其實主要我們講M2H 不過既然 他覺得對我不住 我帶了這麼多人去 他不讓我們賣 人家做生意大開大盒 可以 那些四十萬港幣給你 全部都拿出去 賣不到你給我 你自己去賣吧 就是別人叫他救義氣 這個機會大家不要錯過 所以4月21、22日 但我們還未確認到場地 我稍後確認到場地了 或者說我打個碼去 這個王成志 他真是狠狗 無論端端 如果你是王成志 你擺在自己的樣子 以為自己狠狠有型 那你叫做竹蟲入士忽 如果你不是王成志 你擺在王成志的樣子 你更加狠狗 是 你老母就是 好了 昨天有很多朋友 我講過我的五月私人醫療團 哇 你們有沒有 簡直是奇門如是 現在開一個大團 但我不會的 我仍然是收五個而已 連同我 六個 最多 為何我找一個人拍攝 就七人 七人吃就剛剛好 我剛剛在做節目途中收到醫院的報價 但我自己還沒計得清楚 記住 是全身的CD scan 電腦掃描 還要掃描心臟 心臟顯影 就看你的心臟血管 會不會有塞 搞屁股 搞屁股是甚麼 趙腸 趙腸 在胃鏡 做全身的其他指數檢查 OK 記住 不會超過2萬元 2萬元我們打大了成倍 為甚麼呢 我要算上酒店 我回去算清一條數 因為我現在沒空看 到時我就會私信 問我的人 你們有興趣 就一起就開始訂機票了 那個就不關團友的事 另外就是6月那團 很多人問 我想你有心去6月團的朋友 最重要是4月21、22日 來我們的財談會先聽清楚 因為這次我們要改變一些營運的方式 我不想大家瞞無刻 每個人進了寶山而還沒決定的人 就太可惜了 因為我有些朋友 屬馬來西亞 或者我們自己 都會去講一下馬來西亞的種種形勢 記住 幸福都要自己去尋找 我覺得如果你說人結地靈 我要問 在這二、三十年 香港有沒有一個藝術出來 好像朱祝愛那樣 一個也沒有 但馬來西亞都在街上都是這些 那就講完 人結就是地靈 地靈就是人結 明天就沒有啤梨晚報 對不起 各位 但後日仍然會有我和史特日 有啤梨晚報 林康正就何時回來 說到星期三 即是星期四歸隊 明天就沒得見 後日再見 拜拜 4月7日來MIHK開放日 100%有機黃人黑豆 純釀造的大甲有機醬油膏 只是賣85元 4月7日下午12點到7點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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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